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美國媒體認為解放軍不用殲20出手 殲10C全面壓制台灣戰機F-16V 中國空軍主力戰機三劍合中 殲20是世界領先的隱形第五代戰機 憑著超音速的航速、高機動能力 以及超強的戰場態勢感知能力 令殲20成為明星戰機 無論什麼時候出場都可以說是萬眾觸目 殲16是性能出色的重型戰鬥機 載彈量達12噸 號稱是炸彈卡車 並具有非常強悍的對地對艦攻擊能力 只有殲10C,外界關注比較少 美國防務專家EC.伍德近日投稿 美國著名的軍事網站1945 介紹中國空軍主力機營之一的殲10C 他認為中國空軍裝備的殲10C 是中國軍火附中主力戰機和特色戰機 性能甚至是堪比美國最新款自用的F-16V 相比出口版本的F-16V更擁有壓制性優勢 台灣空軍的主力戰機包括150架F-16A和F-16B美製戰機 F-16V的原型是F-16 作為美國落馬公司的一款明星產品 根據統計自1978年以來 總共有4588架F-16投入使用 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架分佈在二十幾個空軍中 分佈之廣號稱是戰機中的AK-47 為了跟上時代 F-16也不停地推出各種改進版本 F-16V是F-16系列最新的改進型號 台灣軍方人士認為F-16V 相較於現役的F-16A或F-16B總體戰力提升1.8倍 偵察能力提升2.2倍 自我防護能力提升1.8倍 武器整合能力提升1.6倍 有專家更加認為F-16V不僅僅押穩解放軍簽10 更加足以跟簽20匹敵 而伊斯特·伍德在文章的開篇就寫著 自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8月訪問台灣後 解放軍戰機就開始頻繁飛越台灣海峽 並在台灣島附近空圍進行戰備警巡 其中更加有簽10C活躍的身影 例如9月初四架簽10C和17架其他戰機 進入到台島西南空圍進行巡航 9月中旬兩架簽10C再次出現在相同的空圍 此外簽10C還經常進入到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 和日本防空識別區重疊的空圍 對日本的軍機進行攔截 內地軍事專家認為這位美國專家的言外之意 就是簽10C非常活躍 是一款非常成功的戰鬥機 不僅是性能優異而且易於維護 具備了非常高的出動率 伊斯特·伍德認為雖然中國空軍已經擁有 具有隱形特性的簽20猛龍戰鬥機 但如果在未來的台海發生衝突時 簽10C將會依然是中國空軍的主力制空機型 伊斯特·伍德在文章中說 要看一看簽10C和F-16V之間的對決 他首先對兩款戰機進行了簡單的介紹 他形容 簽10是中國在1988年開始研製的第四代多用途戰鬥機 簽10C是簽10B再次升級版本 同時也是簽10系列裝備數量最多的一款 解放軍空軍目前有大約240架 簽10C正在服役 相比起簽10B主要改進集中在兩方面 第一是航電系統上採用了更先進的 有源雙空陣雷達 而且首次具備了發射第四代格鬥彈 PL-10和PL-15遠程空對空導彈的能力 另一個改進是從2021年開始 使用國產窩線10C太行發電機 取代了俄製的發動機 窩線10C可以實現超過14噸的最大加力推力 賦予了簽10C更強的加速性能和爬升性能 同時也賦予了簽10C8%的國產化 這比美國更強 因為美國戰鬥機有相當一部分零件 是來自他的盟國 簽10C的最高升限是1萬9千米 最大航程超過3380公里 還可以通過空中加油 進一步增加航程 簽10C被設計為一款多用途的中型戰鬥機 有多達11個外部掛點 可以用於掛載各種武器 最大的載彈量超過7噸 它可以發射PL-15遠程空對空導彈 PL-12中程空對空導彈 PL-10格鬥彈進行制空作戰 此外,簽10C還可以投擇激光制度 以及發射英擊-91反艦輻射導彈 甚至發射火箭 來進行近距離的空中支援 以及打擊水面的艦艇和反輻射作戰 伊斯特·伍德對F-16V的評價也相當不錯 他指出F-16V和簽10C的空重大致相同 都是13噸,屬於同級別的戰鬥機 簽10C被一些人認為是四代家產品戰鬥機 也就是說比一般意義上的四代半更先進 因為簽10C具有減少雷達環切面的設計 DSI進氣度和隱身的塗層 它還擁有一部先進的有源電子掃描陣列 AESA雷達 而F-16V也同樣採用了AESA雷達 座艙還採用了可以提高太細感知能力的 中央底部顯示器PCD 伊斯特·伍德說歸根到底 簽10C的優勢是壓制性的 而兩架噴氣式飛機在電子戰系統和太細感知方面 可能是非常匹配 即是兩者的航電水平相當 但簽10C在武器裝備和飛行性能方面的優勢是壓倒性的 另外F-16V的出口版本 由於航電設備降級而處於全面的劣勢 然後美媒就概探中國有抗擊野外山火的無人機大軍遠勝美國 中國就是無人機技術的世界領軍者 擁有一大批開發軍民兩用的無人機製造商 已經推出了太陽能無人機 以及人工智能負能的無人機航母 中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無人機製造商 大疆創新的所在地 中國的無人機應用地也可以說是越來越廣泛的 重慶8月的中旬就是多地發生山火 無人機為消防員運送食物 攜帶有效載賀重達20多公斤的物資 飛入紅紅火焰當中監測大火的軌跡 提供關鍵的數據 更大型的無人機就在大火的上空澳場幾英里 觸發人工降雨 美國每日野獸新聞評論網15日發表文章 讚嘆中國擁有一支抗擊野外山火的無人機大軍 並質疑美國為什麼沒有呢? 文章說美國確實需要將更多無人機用於應對野外山火 但安全擔心迫使一些消防機關就停飛中國製造的大疆無人機隊 而美國距離彌補這一類的缺口仍然需要多年的時間 文章指出儘管美國軍方在無人機開發方面不落後於中國 但在使用無人機 純幅極端天氣方面就被中國遠遠地拋在後面 繼續關注科研方面 全人類第二次懷游1號衛星探測到快速射電部的高能對應 10月15日中科院高能所的科學家 利用懷游1號引力波部高能電池對應體全天監測器 發現了一個與神秘的快速射電部相關聯的X射線部 並確認它是來自銀河體系內的磁星SGR-J1935-2154 今次的發現是人類第二次探測到快速射電部的高能對應體 進一步證明了磁星爆發過程可以產生快速射電部 為深入理解快速射電部的輻射機制和磁星的爆發機制 提供了極為寶貴的數據 是徹底破解快速射電部的起源之謎的重要一步 快速射電部是2007年發現的神秘天文現象 持續時間只有幾個毫秒 但在宇宙中發生極為頻繁 根據估算每天至少有成千上萬次到達地球 受限於觀測手段 人們只能探測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雖然天文學家進行了大量的觀測搜索 但在今次發現之前 只有中國的圍眼衛星等空間望遠鏡 在2020年4月28日探測到一例快速射電部的X射線對應體 最後看看中國首個超高海拔光伏實證基地投產 解鎖青藏高原太陽能 中國首個超高海拔光伏實證基地 四川金芝興村實證光伏電站14日開始並網發電正式投產 超高海拔一般定義為海拔3,500米以上 青春電站位於海拔3,900米至4,500米的 四川金芝州頂貢大草原 由國家電頭集團四川電力有限公司建設 項目總投資大約32億人民幣 佔地面積大約13,650毫 將分兩期全容量投產 全容量並網後項目總裝機容量是600兆瓦 平均每年發電量是12.68億度 是四川全省2021年用電量的0.4% 即是32萬人的平均用電量 青藏高原擁有豐富的光能資源 光伏項目的潛力巨大 根據國家電頭四川公司介紹 興村電站產生的電力在未來 將會接入到川儒特高壓交流環網 將會成為城域地區 雙城經濟圈建設提供原動力 大家好 和大家介紹一下巴士的步石樓台 已經優化了iOS的app 改善當網速慢的時候 有時會遇到的播放問題 石樓台有很多你有興趣知道的話題和知識 其他媒體很少說的 我們希望石樓台是你的大腦營養補充品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訂戶可以看到我李同、盧永雄 還有巴士的步的團隊 和其他名家的獨家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和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除了網上版的石樓台之外 你還可以安裝石樓台iOS 或者Android的app去收看 多謝大家支持